为了要传承在地文化发扬地方特色 淡水屯山社区今年度结合淡江大学老师与学生 共同制作了一支影片 而这一支影片在上个星期 于屯山保安宫进行发表 现场由社区理事长与理长找来当地居民 要用影片述说在地的故事 更要让年轻一辈的人了解古早人的辛苦与精神 屯山人说故事的发表会的重点就是 我们居民可以了解 我们以前的筛头是怎么做起来的 他们都用手工 都做地取材 就做的 就是说要把这个东西看得到传承味 就像年轻人才知道 这个以前是这么辛苦就做的 现在做起来这么漂亮 可以出去人筛业 筛业出去表演的事会当人 这就是说他们很辛苦的一面 我们都不知道 理长说在这支影片当中 有包含三个重点 其中有保安宫的 武师的湿头制作 还有屯山保安宫 早期的武师 在屯山保安宫 骑的武师最重要的湿头 都是用特殊的土壤去烧制 而另外还有屯山的草边与竹边 现场更请到了地方 祇老来与大家分享 我们地方的文史工作者 还有淡江大学的协助 不只是把这个素材挖掘出来 然后借由文史的呈现 再来就是淡大这边 把它用影音的方式 把它呈现出来 让我们的屯山淡水 甚至我们全国都可以看得到 这边那么精彩的一个故事 旅长说 其实他们社区早在三年前 就不断的在推动记录的部分 包括了运用阅历的制作 加上QR Code 连接小短片 而这一次大家 从今年三月开始筹备 五月进行影片的拍摄与制作 包括了记录在地骑牢等故事 希望用这些文化与精神 可以推广 加深在地人对于在地故事的了解 记得时段一 带学采访报道 请拍摄